成立19年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15号脸书发文表示 秘书处无法维持运作无奈宣布解散 而港媒报导香港警察会继续追究成员有没有违反国安法社团条例 前民政召集人杨正贤近期接受外媒BBC采访表示 对民政解散感到可惜 但他不认为香港公民社会会因为民政解散而消亡 杨正贤说当大家开始顺从这集团体制的时候 那才是公民社会的死亡 立法委员邱潜智表示 港版国安法通过 香港越来越接近中国面对的高压状态 台湾要伸出援手并再度呼吁 台湾港澳条例18条应该要法治化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建伦曾新敏 台湾台北报导